题目说一个三次不等式fx小于等于0的解是分布在x小于等于4或x等于1 这个范围有点怪等一下我们再去分析 我们要解的是fx减2大于0的解是谁 如果今天题目是给一个不等式 如果fx是三次的话 三次不等式如果给定的话 我们大概分解完答案就出来了 关键在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解是谁 可能要先找出他的长相 也就是说这个三次不等式长什么样 找出来我们就可以把答案找出来了 所以这是第一条路 把答案呢 题目说这个三次不等式的答案呢 还原出原来三次不等式 然后再去把x的地方通通为x减2换之后呢 就可以看出我们今天真正要对付的敌人是谁 好这是第一种做法 等一下呢第二种老师用纯代数的做法 好用变数变化的方法来借给同学看 我们先用几何的做法 先把这个答案呢还原出原来的三次不等式 好你想想看哦 如果要在负2的左手边或等于1的话 那这个三次函数的长相会长什么样 好显然负2跟1呢会影响我们整个不等式的范围嘛 我们先把它标在数线上 好一个是负2 一个是1 好那至于原来三次函数的图形 在y小于等于0就是在x轴下方啦 y小于0的部分呢 乘在x轴下方的只有在负2的左手边 负2的左边图形在乘在x轴下方 所以呢我们在描三次算数图形的时候 应该是这么描的 对不对 好这样上来嘛 然后呢 跨过负2之后呢就往上走了 对不对 它函数值就是正的 正的y就不会在我们解的范围 我们解的范围是描述y小于等于0的部分 等于0也可以的话 是不是1z点就会碰触到x轴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长相 好我们就可以从答案还原出fx的长相 大概是正负德性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fx 在负2的地方有一个穿越 所以就有x减掉负2就是x加2的一次方 当我们的一次音试 好那1z点呢 它会呈现什么 顶点的部分 所以跟一轴相切嘛 所以就有x减1的完全平方这个结构 对吧 1的左右两侧符号不会改变 而且都是正的 好开口向上嘛 好所以呢 fx顶多就赏这负德性 再不然就是跟它插一个常数倍 对吧 这个k应该是要大匀的 这个k写不写 其实不会改变我们这个范围 对吧 好 那我们要解的这个x呢 通通用x减2换 这就是我们真正的不等式咯 注意哦 我们刚刚已经从答案推敲出原来不等式的长相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今天要对付的敌人 是跟原来的呢 有一个关联性的 什么关联呢 就把看到x的地方通通换成x减2嘛 好这个k写不写无所谓了哦 x用x减2带的话 x减2再加2就是x咯 好 x减2再减1就x减3 好 其中呢 k如果本来有写的话 我们就是跟着造超 k也是大于0的 好 这就是fx减2 那我们真正要解的就是fx减2大于0嘛 好 所以我们这里呢 解一个大于0的范围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范围呢 会影响x的范围的只有0跟3 这两个点 一样我们透过竖线 帮助我们找答案哦 好 在0的两侧 会有一个穿越 好 在3左右呢 它是完全平方的结构 它不会有符号改变的地方哦 所以领导系数是正的话 右正左腹对不对 好 你要解大于0就右边啦 好 3这一点呢 是要空掉的哦 因为3单句是0 0不满足大于0 对不对 所以3这一点要空掉 所以本题答案呢 应该是0的右边 一直往右延伸 但是要避开3这个点 所以我们用代数来写答案的话 是x大于0 且不等于3 对吧 好 关键就是从答案 推敲出原来fx的长相 再把x用x-2代换之后呢 就可以找出真正的不等式 真正的不等式范围 有了之后 真正的不等式 有了之后 真正的范围才能被解出来 好 这是用几何的方法 来推敲出fx 其实不用画图 也可以推敲出原来fx的长相是谁 好 我们用代数的做法做给同学看一下哦 先把画面清一下哦 好 那基本上小于等于0的范围是它 那大于0的范围我们能不能找出来啊 可以吧 好 因为y要么小于等于0 要么大于0嘛 只有两种情况 好 要么是负的 要么是正的嘛 好 我们把小于等于0的 那些x通通挖掉之后呢 剩下的部分带进去的y值 是不是都会大于0 对不对 好 所以在树沿上 比负2小的都挖掉 剩下的是不是就大于2 大于负2 而且呢 等于1要挖掉哦 那是不是就是不等于1了 对不对 好 这都是x的范围 对不对 好 只不过呢 现在我们要把x呢 通通换成t 关键就是让同学能够先看懂 因为这里的x 跟等一下我们要解的x 是不一样的地位 这个x跟这个x不一样哦 所以老师如果把这个x 换成t的话 是不是其实就是解 这个不等是t的范围 就是把刚刚的x换成t嘛 意思是一样的 t不等于1 好 如此一来这里就没有x了 好 所以等一下你再遇到x 你就不会搞混哦 好 所以呢我们只要把t的地方 通通换成x-2 是不是就得了 好 就是换变数啦 变数变换的意思 好 有些人叫换原法 也可以 看到t的地方 通通换成x-2 看到t的地方 通通换成x-2 这就是我们x的范围了 好 注意我们要解的是x的不等式 所以答案应该用x的范围来描述 最后这个不等式 是不是就是告诉我们x的范围 好 所以x呢 负荣移过来 是不是大于0 而且呢 x要不等于谁 3 跟刚刚我们画图的解法 是不是一模一样 好 比0大 而且呢 避开3 就是本节的答案嘛 好 所以这一题是纯粹 变数变坏来做 或者是你用第一种方法 用画图的方式 还原也可以 这一题我们根本不知道fx长什么样 从头到尾都没有写出fx的一个三次多样式吗 没有啊 好 也是一种方法 好 这一题呢 我们就分析到这两种做法 希望同学都能够学会